好吧 那下面刚好就给你们来个挑战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第五个字母 颤音 一听着颤音 大家可能就晕了 怎么个颤法 这样颤吗 如果是这样颤的话 我觉得可能难度更小了一点 事实上它难度比这个要大 首先看一下它这个 怎么来形容这个发音的 舌尖 还是舌尖 倾靠上牙银 这个不是上尺 上牙银 不过也是差不多那个位置 气流冲出 使舌尖 记住是舌尖 短时间内多次的颤动 这个音你看没有近似音标 因为这个音就是独特的 无法用其他的音箱比拟 比如说在很多语言当中 都会有这个发音的 那么下面大家 我发一下 大家来听一下 一听 原来是这种唱 是吧 这个音的确是阿拉伯语当中 比较难发的音 可能不是一下子能够发得出来的 比较少数的中国人 可以一发就发出来 大多数我们都是需要一个阶段的训练的 比如说我当初都是用了一周的时间才发出来的 那么这个音我们要怎么来练习呢 其实有多种方法 最简单的有人提议是这样子的 让我们用两个音来代替 比如说 吹 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很简单两个音 然后呢不断的加快速度变成 会感觉越来越快了 当你达到一定的这个速度的时候 这个这个颤音就会出来了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采取掉 不断加快也会有这个音 是吧 但是那个我更加建议大家选择勒拉这个音 但是可能会觉得启动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德拉会更容易 但是用德拉来练习呢 可能后面有一个发音的一块 就是在发这个r的音的时候 无法直接从r出来 而变成一个dr 一个dr一个dr音 所以因此我建议大家选择勒拉音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 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种方法 还有一种就是直接就是用气体冲击这个舌尖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模仿大家是否能感觉到 就是不停就 就用你的气体然后去冲击你的舌尖 让他去感受这种震动 这就是这个特别的参音的三种发音方式 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或者混着用来刺激自己 更快的把这个音发出来 对于这个音呢 如果一开始发不出来 不要着急 这个音是需要慢慢训练的 空闲的时候没事的时候 哪怕我们这些洗澡的时候 然后就在那里会练习这个音 迟早都会发出来的 那么这个字母它的写法呢 也比较简单 可以看到是一个短短的还是右起 短短的一个撇就OK了 其实就是很赞 这样一撇 一撇 收写的时候就这样一撇 可能还没有这个打印版的这么立体 就这样子的 好 我们来了一个非常挑战的字母 然后还是让我们回到这个字母表 好 首先它这个字母的本身书写是不难的 重男就男子 他这个发音上面对吧 好的 这个我就没办法完全让大家 就是说跟我一起拼读 但是我希望大家尽量去刺激自己的舌头 然后让它更快的被自己激发启动起来 就像一个发动机一样 就是你经过不断的这种 向它吹风打力 然后它就可以发动起来了 好吧 好 第一个竞符 就是自然的这个音发出来 好 下面这个和这个符号 动符 怎么拼接呢 我会在这个字母上 我稍微放慢一些速度 大家呢 多用自己的耳朵去听 多去感受 因为本身语言就是一种模仿的过程 好的 下面我就给大家进行拼读 可以感觉得到我这个动符这个发音是比较短促的 因为本身动符它就是短促的发音对吧 好 那我再整合一下这个音是怎么发的呢 我再发一次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清楚 应该还是可以听得出来的 对吧 重点就是这个本身这个字母的发音 是一个比较让人觉得傲口的地方 好 下面我们就来发这个长音符 大家注意听 我是怎么拼读的 好 整合一下 我再读一次 我再读一次 这就是长音的 好 继续 我们看软音的 那么这个音整合起来呢 这个软音两个是这样读的 我再读一读 我再读一次 我再读一次 这是这两个音 最后的三个笔音 大家注意听 整合起来 翻译是这样的 OK 好 这就是这个字母全部的发音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到这个音觉得 原来有这么让人无法接受的音呢 但其实这个音在阿拉伯语原读当中 其实还是非常好听的 我个人觉得一旦读说之后 很有韵味很受人喜爱的 那么 那现在我们就重新来读一次 大家尽量尽量尽量努力尝试跟我一起来读 好吧 我还是从头来给大家读 好 这个就是这个 颤音的这个全部的发音 这个书写上还是很简单的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它的这个和发音符号的拼合呢 和前面啊 第一课我们学习那个WU 还有这个D都很像 就是直接这个字母本身和这个符号 拼在一起就可以了 而不是说有一些像其他这个字母一样 和这个符号有一些组合的部分 所以在写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记忆 重点就是在发音上面 这个音我已经反复说过 不是一下子能够说很顺利的发出来 但是大家不要着急 要慢慢的训练 相信自己能够发出这么独特的音 我记得我们刚刚发出来的这个音的时候 都会觉得很骄傲 常常会跟非外语专业的同学就是展示一番 用我们来说就是有种嘚瑟一番的感觉 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发音的时候 就是除了我们汉语之外 有这么难发音我们都能发出来 相信未来的某一天 你们也可以这样子向别人展示一下 好的 我们已经学完了五个字母了 那么这一节课的最后一个字母 刚刚拿了一个这么难的 不要担心 我们来一个稍微 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来缓和一下 从书写到发音都很简单的 好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发音规则 看一下这里面写的这个字母 嘴巴微章 我们之前也说过那种说微微半开的状态是吧 这一首微章 气流从喉咙发出 在口腔中不受任何阻碍和摩擦 重点还是后面这个近似音标 喝 那么这个音该怎么发呢 就很轻松的就是 这个音也是一个声带不振动的音 但就相当于是我们打招呼的是那个喝的音 就是嗨 嗨 哈喽 这个音 但是呢它本身是轻的 这样子本身音是 气流很自然的从喉咙的 就是喉咙这里经过这口腔 不受任何阻碍的就这样流出来 好 这个字母的发音就是比较简单 对吧 跟刚刚那个形成了很鲜明的这个反差性的对比 那么除了这个字母的发音很简单之外 它的书写也是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 咦 好像就是一个圈圈呢 的确是很像一个圈圈 但是就像一开始我在给大家讲解这个字母 Fed这个字母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圆 但是上它是一个棱角比较饱满的 不太尖锐的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那么这个这个字母呢 Head这个字母也是一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印刷体是把这一点写的很明显 可以看到中间很明显的这个三角形对吧 那么这个字母的写法就是 这个字母的写法就是我们通常之前都说是从右起 对吧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选择右起足起都OK 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因为只要写出来是这个形状就OK了 好的 这么一个简单又容易读的字母 让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和不同的发音符号组合之后 发音是怎样的 第一个当然是静音 我刚刚有给大家发出 是一个声带不振动的音 发音是这样的 就像是说想要跟你说悄悄话 但又不敢发出直接的那个声音一样 那么接下来还是一样的模式 让我们把这个字母和不同的翻译符号进行拼读 这一个字母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来拼读的 拼读 那么首先是三个动符 整合一下就是 这三个字母 三个发音 好 下面 看长音的三个 长音的三个呢就是 类似的 对吧 大家试着自己来做一下 跟我一起来 整合一下 是不是很简单 记忆起来也比较简单 好 下面两个软音 刚刚刚这两个音 整合一下 还 好 应该挺简单 应该挺简单吧 好 最后三个 整合一下 这就是这个字母的发音 这个字母的发音比较简单 那么让我们从头到尾的这个来发一次 大家跟我一起来读 比较简单 对不对 这个字母本身的发音加书写都很简单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 这个字母在加上长音符号和软音符号之后 形态有点怪怪的 尤其是在这个 在这个叫打印版当中 大家会想甚至因为打印版 所以才会是这个样子呢 其实非也 事实上他写的时候的形态也是有所不一样的 在这里呢我要特别为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书写这个字母加上这个长音符和软音符 还有鼻音符的这里是怎么样书写的 可以看到这个字母加上这个动符的三个符号是 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对吧 那么我们注意看从长音符开始 哎呀 这个 这一数啊 OK 咱们还能够理解 上面那一撇保留 这下面这一团像乱麻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写起来呢 就是所谓的 在原本的这个东西的基础上 在中间又绕了一圈 就是给人感觉像是中间又多了一横 事实上它并不是说是画了一个椭圆 或者是画了一个圈 然后中间来一瓶 然后这样子 它实际上是由一笔写成的 那么怎么来写呢 大家注意 从这一点起笔 然后转一圈 对吧 转到这个位置 然后上来 再下来 然后再写这数 大家再看一次 从这里起笔 上去 下 下来 再转上去 再下来 这样子 这个就比较特别 它可能就是给人感觉 感觉绕了好几圈的那种意思的样子 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后边的写法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开头的写法是一样子的 我再为大家写一下 大家多加注意 从这里起笔 上去 到这里 再上来 再下去 然后接上这个 这个字母 OK 再看最后一个这核口的 怎么写的 一样子的 从这一点起笔 然后呢 上去 下来 在这里中间部位 再上去 再下来 然后转出来 这个 大家注意到了 是吧 这个字母 它并非说是其他的难度 就是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难点 大家在书写的时候之前要特别特别注意 不要说胡乱乱的这样子 就是看着画 甚至看着葫芦画瓢 这是并不正确的 就是他的那个书写方法 步骤是要按照我所讲的这样 然后来写的 嗯 嗯 嗯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六个新的字母 嗯 五个字母呢 在发音方面 还有输写方面 相对来来讲都不是很难 只有一个字母呢 书写很简单 但发音比较难 那就是这个颤音 这个音对吧 然后我也跟大家讲了 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磨出来的 所以切勿着急 好 那么下面呢 我就为大家按照这个发音表 从头儿为大家读一次 记得 cultural方面 widespread Verify 从头儿为大家读一次 来 包 套 贩 赔 质 贫 尟 拉 离 路 拉 离 路 来 老 冷 林 Rin Lun R R Ri Ru R Ri Ru Rai Rau Ren Ring Run H He Hu H Hi Hu Hai Rau Han Hin Hun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六个字母 同样在这个教材当中第二课里面也设置了 在九页和十页呢都设置了很多这个语音练习 那么就要让大家在课下听这个语教材配预的MP3 然后加以练习听和说的能力 那么我这里面还是上节课所讲到的那个四个方法 因为我们现阶段仍然处于这个语音学习阶段 那么这个方法仍然是仍然是适用的 所以在此呢我就重新放放上来 就是放上同样的内容 希望提醒大家能够再一次这样来练习和做 然后加深这个基础语音的阶段的巩固 那么这一课我们就到此结束了